一只狗狗被困在泰国湾 幸好4月12日 一只海上钻井队发现了它 而且成功救援了这只孤立无缘的毛孩 美国CNN报道 VTSEC Payalau 以及能源公司雪佛龙 相关的石油钻井队 注意到一只狗狗在钻井平台附近 把头探出水面 而且试着抓住平台 据曼谷邮报报道 团队于是想出方法 要丢绳子套住狗狗的脖子后 再把它拖上平台 不过它们也担心狗狗 会被巨大的浪潮卷走 所以必须快点行动 在CNN访问中 Payalau说 狗狗看起来既哀伤又筋疲力尽 就好像在拜托它们救它一样 它也在脸书上面 张贴了整个救援任务的过程 据时代杂志报道 团队将狗狗命名为Boom Rock 有生还者的意思 狗狗被救上岸后 送往泰国的动宝组织Washdog Thailand Payalau说 如果在动宝组织安置后 没有人认养狗狗的话 它很乐意认养 且把狗狗带回家作伴